听到这种清脆的声音,表明盆土偏干了 青苔也干了,那就不仅是盆土偏干,而是缺水的 先浇一点水,湿润盆土 这盆榆树因缺水严重,大部分树叶已经干枯 也是采用这种纺虫的办法,把盆景放在阴凉的地方 分多次浇水,让根系在潮湿的状态下逐渐恢复 这是一个星期后,新鸭长出来了 盆景在缺水的状况下,急于加大水,被是缩水的根系膨胀过快 皮层破裂,产生烂根 像这种缺水的情况,在高温季节容易出现 采取措施要得到,先救根,根在至少盆景还在 当然这是一种被动的补救方法 在盆景的养服中,最好不要出现 对一些不耐旱,或者是不能缺水的盆景 像缺霉,刺蓝,缺水到这个程度就基本没救了 尽量的避免缺水,保护好盆景,不干不焦,焦着焦透的节奏 关键还在于对盆土片干状态的判断 掌握这种判断,不妨把自己养服的盆景,按落叶和长绿树种做一个区别 像榆树,蜂树类,就说落叶树种 罗汉松,金档子松柏是长绿树种 在铜帆镜中,落叶树种相对于长绿树种蒸发量要大 从叶形看,大叶比小叶的树种蒸发量要大 像胡托子,紫薇,其蒸发量在铜帆镜中要比罗汉松,黄羊松柏大很多 对苏的蒸发量有一个基本的区分 对盆景的耗水量才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盆景浇一次水能维持多久,是盆景们最关心的问题 但这的确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盆景的放置防径,如日照长短,气温高低,潮湿度的大小等等因素不同 盆景的蒸发量,及盆景中的水分时序时间也会不同 但这些都可以在盆景的养肤中,即盆听音,观察盆土的开裂程度,轻苔出水 不同树种的蒸发量,及树叶的变化进行判断 并总结出符合自己一套的浇水规律 在这些方法中,观察树叶,判断盆土干湿状况是最有效的 盆土偏干,盆景更新吸收的水分会减少 树叶就会出现盆土偏干,或早期缺水的症状 像这个火急,之间开始下垂 罗汉松顶单的树叶轻微卷曲 松树的增业关注度降低 这些都属于盆土偏干的现象,也是盆景浇水的正常时间段 浇水不及时,往下就会导致盆景进入缺水状态 像这本小时期,树叶变防,顶至干枯,结果也全掉了 这些都是因缺水带来的后果 这本朴树已出现液晶枯黄 这表面干盆后有轻微的烂根 再严重一点,像这本糖尼 缺水之后,造成了树叶干枯 失去了部分枝条 根系也遭受严重的省伤 通过观察树叶的变化来判断盆景的生长状况 是盆景养肤中的重要一方 不仅是缺水 像盆景积水 产生怀害都会在树叶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树叶是根系生长状况的窗口 像盆景的枝条间发黑 都与根系生长不好或者是让根有自己的关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山雀龙茶 下集见